7,695元 大約是87.7元 然後改變 電影天才的禮物描述 七歲女童擁有卓越的數學天分 家人還想讓她接受專門教育 在台灣也有兩名女童 因為天資聰盈被父母送到澳洲念書 但澳洲警方在巡邏時 卻發現他們臉部多處傷痕 懷疑遭到淋虐 因此帶回派出所安置 同時通報台灣警方 兩名女童在台灣的居住地 依舊是在台北市的大同居 而在事件爆發之後 警方也緊急地傳喚父母 當然說明 而他們父母強調 兩個孩子並沒有受虐 原來兩名女童的父親 是新北市一所國中的數學老師 因為女童被判定高智商 他就委託朋友帶到澳洲自主學習 並且專攻樹理自由班 也有向教育部申請自學 他說事發當天 這對小姐妹是在庭院玩耍 因為推擠臉部才會插傷 家長很堅持的話 那學校或許有可能會讓這位朋友 申請成為他們寄宿家庭的方式 而讓小朋友跟他們住在一起 因為澳洲對於這種未滿18歲的 小孩子的比如說居住啊 或是監護是非常認真的 因為澳洲官方對未成年者 到當地留學都會特別謹慎 警方也不排除 也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澳洲警方才會懷疑兩名女童遭虐 幸好最後父母到案說明 只是虛驚一場 記者楊中盛 遠方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